中華民族 在我邀請王主委上來之前呢 我想跟在場的大家說幾句話 你們這裡有年紀最年長的74歲 最年輕的39歲 這當中平均年齡大概是50幾歲 我想尤其是黃黃熊前輩 您的年紀還願意承接這樣沉重 而且富有歷史價值意義的工作 實在是不容易 那麼在場的各位 你們也都是無黨籍 只有兩位 一位是民進黨 一位是社民黨 所以我在想呢 在這裡絕大多數是無黨 就是希望可以中立 本著你們的良知 本著你們的智慧 本著知識分子的風骨 來擔任這樣的角色 應該可以排除現在的政黨 惡鬥的模式 所以你們在這邊賦予的是 台灣未來能不能和解 台灣未來歷史真相 只是我們現在的執政黨 想要攫取的部分 還是你們認為台灣的歷史 就應該還原真相 而不僅僅只是 攫取一部分 執政黨想要的 所以我想在這邊 給你們期念 也給你們期許 希望你們未來 能夠本著這樣子 知識分子 以及專業的風骨 在你們的位置上 現在我要請主委提名人 黃黃雄先生 黃黃雄前輩 您是本席所尊敬的黨外的前輩 今天 容許本席在這邊提三個問題 要請教黃先生 另外呢 本席要請委員提名人 高天會議士 今天請你上來 原因是 你是我們援助民族族人的同胞 我希望您在這裡 也能見證 本席跟黃黃雄先生的對話 而我們看你的簡歷 你除了對教育婦女了解之外 其實你比較長的時間 是在教會體系做事 所以呢 有一些援助民族的歷史 我不曉得您有沒有深入 如果沒有深入的話 期待高天會女士 您能夠趕快自己學習 好嗎 謝謝 好我要問的第一個問題是 促轉條例在立法院審查的過程 本席當時始終堅持 日據時期的威權統治政權的不法行為 跟結果 應該要納入促轉條例的範圍 我相信我也明白 黃先生您對台灣史 有非常深入的研究 應該也清楚 原住民族土地 是如何被日本軍警武力掠奪的歷史過程 但是在執政黨的多數暴力之下 原住民在日據時期所遭受到的不公不義的對待 被排除了在今天這個法律之外 本席只能說 政黨輪替政權轉型 但是不正義仍然在持續當中 我想雖然如此 促轉條例的第三條第一款 威權統治時期的日期指的是 從中華民國的三十四年八月十五號起 一直到八十一年的十一月六號指 這個時期 本席想要提醒黃先生 民國三十四年八月十五號起到十月二十五號指 這個時間是兩個月又十天 台灣其實仍在日本殖民政權的有效威權統治當中 十月二十五號台灣光復節 國民政府才從日本殖民政權的手上接收了台灣 所以就威權統治時期的時間定義促轉條例 包括了日本殖民政權的威權統治 本席這樣的解釋 不曉得黃先生能同意嗎 謝謝 靠近市民委員的非常應該說很深入的一個提法 我知道八月十五號日本是 那到十月二十五號 從華民國中午才來 是的 所以當中有兩個月又十天 八十多天的一個空中級 所以這兩個月又十天 日本政權其實還是在台灣 對吧 是沒錯 好那你同意我的說法是嗎 你不要害怕啦 我不是害怕 對你要回答一下 我是在認真下 好那可是我沒有很多時間 對我相關的問題 這個這個問題應該請喔 虛寫機委員喔 你你是不是可以代勞一下 因為葉童中先生啊 寫個這樣一篇文章 好啦 黃先生沒關係 你的意思是說 你對這個日期是 呃不專業 對這個工裝期 好 我想那本席要舉一個非常 實際的例子 日本八月十五號宣布投降 八月十九號 這個是有歷史證明的 馬上就著手印製了 一億元的台灣銀行券直鈔 這個黃先生您知道吧 我不清楚 好我就告訴您 在九月九號用飛機 運到台灣 發給誰發給日籍的軍警 還有公務員 來收購糧食物資 運回日本 當時在台灣的貨幣發行量 也只有2.38億台灣的銀行券 結果這個時候呢 日本加印了一億台灣銀行券 來收購糧食物資 而造成了台灣的物價飛帳 也成為了爆發 二二八事件的重要的經濟因素 日本殖民政權 他用武力來掠奪台灣的資源 結果宣布投降之後 趁接收前 他又以白紙印鈔票 來掠奪台灣的物資 不管是武力掠奪 或者是白紙印鈔票掠奪 都沒有因為日黃宣布投降 而失去了有效的威權統治 這是有憑有據的 好我想請黃先生再回答我另外一個問題 民國五十四年的五月八號 國防部發布了戒嚴時期 台灣省區的三地管制辦法 管制區域是30個原住民的三地鄉 同年的六月一號 開始實施了三地管制 內政部警政署並且執行了三地清查 二十二年又兩個月過後 民國七十六年的七月十五號 才廢止了三地的管制辦法 但一直到半世紀之後的民國一百零二年 十二月三十號 警政署才廢止了三地清查的法規 為什麼要三地管制呢 因為怕匪諜到原住民山上去 所以管制進入三地鄉的所有道路 為什麼要三地清查呢 因為怕中共的空飄氣球宣傳品 掉到山區 所以要不定期的派軍警 衝到原住民的家裡面 翻箱倒櫃 清查有沒有撿到這些中共的宣傳品 三地管制讓原住民三地鄉的發展 落後了整整二十二年 而那個時候正是台灣經濟起飛的年代 三地清查讓原住民的同胞的人權 被剝奪了半個世紀 本席要請教黃先生 三地管制跟三地清查 是不是應該要納入促轉會真相調查的範圍 真相調查的報告 是不是能夠還原這段被壓迫的歷史 我承諾會把這個當作課題 謝謝 第三個問題 195年日本巨台 為了要奪取山林資源和土地 四處調派軍機部隊 攻打原住民的部落 巨台期間總共發動了138次的剿翻戰役 在非常多的戰鬥激烈的戰場 日本總督府在事後建制了中魂碑 紀念因為攻打原住民部落 而戰死了日本軍機 黃先生你要聽清楚 他們建制的是中魂碑 如果為了要奪取山林資源跟土地 而血洗原住民部落的日本軍機是中魂 那麼捍衛原住民土地 而戰死了我們的原住族人 也就成為奸匪了嗎 這種紀念碑在台灣還有幾十處 本席要請教黃先生 這些中魂碑紀念碑 是否為不亦以止 是否應該要還原歷史真相 教育大眾 是應該還原歷史真相 好 謝謝 本席今天的三個問題 目的只在於還原歷史真相 原住民族在歷史上是怎麼樣被對待的 至今仍被政治正確化 本席對黃先生您能夠主持促轉會的期許 旨在還原歷史真相 至於是否能夠促進原住民族的轉型正義 在當前我們的政府親日的政治結構下 我是不抱任何希望的 所以希望黃先生還有我們旁邊的這位族人高女士 以及在場的專業的未來要承攬這麼重的工作的專業人士 就是請你們好好的反思跟審視一下 台灣要真正的和解 不是只有限定那個日期 也希望追查到前面日據時代 謝謝 好 謝謝 我稍微補充一下 我四十年前寫蔣衛水傳的時候 當時整個心情就是兩句話 一個就是還給還原歷史真相 一個就是還給祖先公道 我沒有想到幾十年以後 這個四十年前所做的工作 就跟現在的促轉委員會 有那麼巧妙的人情 我會用這種心情 來認真對待彼此所發生的事情 很好 謝謝 當時日軍用細菌戰攻打莫納魯道部落 就是蔣衛水先生 把這個訊息送到了國際上 譴責了日本殖民政權的無道 毫無人道的歷史真相 是他十八歲的長子把這個電報五花出去的 謝謝